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涛哥这个大疫情就是第二次让我说就是SARS 3.0 非典3.0 中共病毒 反正它武汉病毒叫成北京病毒了 到底有多远 咫尺天涯 咫尺天涯 就像人认识自己一样 对吧 人超越自己 每一个人超越自己 就是真正的大写的人 大写的我 能超越人的欲望 对不对 这是我们在节目中也跟大家分享过的 那怎么能超越有多远 咫尺天涯 对不对 这就是自己 你怎么超越自己 咫尺天涯 这个咫尺天涯 咫尺都远了 这通常到《风神演义》里说的天门 天门打开了自己的魂魄就可以掌控自己的身体 人说这儿劈开了 脑门碎了 这人就死了 对吧 这话咱们俩说着 你真的能做到 在修行中 其实就像我说的 如果那些统子河 天谈 地谈 日月谈 北海公园 义和园 马云 西湖边上那些练武术的 练功夫的 真正想修行的 谁都想把摆卖打通 稍微练练的人就是摆卖打通 你看看所有排那些功夫片的 没有不这么说的 说的都通不了 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通的全都不说话 摆卖通了 他就不是肉胎的人了 他说什么人话 什么都不说 所以沉默是金 智者无语 沉默是金 他不惹是非 他知道说的什么都是废话 这话就说 那你刀不刀 刀不刀 干嘛 我们就说了一个相声相对应的道理 所以咫尺天涯 看这张照片 咫尺天涯 大屯香 大屯中 很熟悉 边这更熟悉 西四盯子街 这西四盯子街 我不知道指的是哪儿 如果说西四盯子街 就是西四排楼 哦 红楼 我们原来说的红楼炼院 旁边是西四澡堂子 那是西四盯子街 但我小时候可那地方没听说叫丁子街 因为建筑西四俩字了 就像回了家似的 离浮游街太近了 那个76年大地震的时候 就在西四丁子街 如果是那丁子街的话 那是西四富士店 早点铺买油饼 1976年7月28号早晨 瞎大意 去买油饼 因为那时候大家就像现在逃难跑啊 你知道那时候人多自觉 我们每个人每一家买十个 那时候不多买的 大家排队的 那个时候的人 那没有规定的 都是自己尊守的 所以现在人都不一样了 对不对 概念不太一样了 那为什么登这个呢 哎 这是挺感触的 北京五个区升级为中等风险 33个街乡全都给封闭了 廊坊到北京的客运全都停止了 这是我们看到 我刚才看到的最新的消息 五个区升为中等风险 他没有提到是哪五个区 但是丰台就是新发地所在地 是高 高等 高级别的 那个其他区我相信 我相信还有海淀 因为海淀叫 海淀已经发生了嘛 西城区肯定有 东城区 如果西城有的话 东城就有 他不会分开的 我不知道另外两个区是什么 朝阳 那以市中心为中心 我觉得是可以这么分析的 所以他只是这么一报了 非中高风险地区之北京市民 没有必要 不要出京城 交通进行了管制 廊坊的交通公司 通过微信号说 廊坊到北京的客运全都停止了 这是我们看到最新的措施 昨天第一天是封锁十一个区 十一个街区 第二天是二十八个 到现在是三十三个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他说的是三十三个 对 三十三个 那相信有海淀的 有西城的 东城的 因为在整个八个城区 我们看到在十三号的时候 就已经发生了 如果这个东西还不叫爆发的话 我也不知道朋友们 什么叫爆发概念 另外一个 这个出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说法 中国疾病控制中心主任说 北京疫情的时间要往前推一个月 根本没有及早发现 那习近平不在家 他们就开始吵爆了 姓高的那个人 那是主任 他是兽医来的 跟大家说清楚 这是兽医 真的是兽医 你查他的比例 新增了三十一个 一百三十七个 尽管当局强调 疫情是五月底反弹 他查到最多的 最早那个是五月二十八号 五月二十八号去的 这个新法地 五月二十八号 是中共通过港版国安法 五月二十八号 那天北京出现大片 我会在 我一直想做一个完整的 在时间上 我们看到那个故事 大家会 其实把时间放在里面 和中共国做的事情 以及现在发生的状况 你放在一起的话 朋友们会非常吃惊的 你就是 你会清晰的看到 是神出手 真正的是神出手 与武汉当时比较 已经及早发现管制 没有任何隐瞒知识 但是高福 控制中心高福出面打脸 说北京疫情可能不是五月底 六月初 而是要推到往前 推到四月份时间点 那他们自己 这是他们自己打起来了 对不对 他们之间有什么原因 不知道 有没有他们内在的 自己的个人之间的冲突 我相信在中国社会中 他们的官位达到这个官位 这个官位应该是副部级的官位 我以为起码是政局级肯定有了 副部级也可能有 那作为一些专业医师 他就像 就像那些唱歌的身兼少将概念一样 他们一定是有这样的专家 就是部长级专家 这个层面的待遇 那这个层面的专家待遇呢 他最大的升官最大的本事 就是否定自己的同僚 只有自己牛叉 这是今天中共国 那些精英们成势力 成势啊 就是成为势力 市途上得以发展的一个 一个必经之路 一个绝对的手段 谁不吃谁 谁不打谁 对不对 一定 疫情复燃 控制中心的首席专家 吴俊友 日前说出现感染时间最早 应该在五月底前后 我们刚才那期节目 已经打脸了 那个叫曾什么姓曾的那爷们 那爷们是首席专家 前任首席专家 这姓吴的是跟着那爷们 所以那爷们已经被打脸了 他说 北京不可能成为第二个武汉 而北京现在 在完全按照武汉的步伐 每天再度过 再走到现在 北京的疫情 应该是早期就被发现 进行了大规模的封锁盘查 有效控制 避免了武汉疫情爆发时的 失控状态 那前后两任首席医师 所表述的是同一个概念 但是他们的官却否定了他 高福是他们的官 是他们的头 人家是兽医 所以就不知道了 这个按照治疗高级动物的角度来讲 兽医更贴近点 对不对 人家共产党人是高级动物 你别往人那说 这个这是人自己说的 他认为在阴暗潮湿环境潜伏 再突然暴露给好多人 所以北京这次很可能不是六月初 五月底才出现 应该推前一个月 四月底疫情已经悄悄蔓延了 这话就好说了 对吧 阴湿的地方都会出现状况 他怎没说是寒冷的地方出现状况 那北京城这两天天天38度 你记得在武汉发生的时候 那时候说什么 习近平自己也说吧 包括钟南山也说 对不对 等天热了 这个病毒自己就走了 天热了 回到北京城了 38度 你48度才能闹得欢呢 你什么专家 对不对 这是专家说 你自个查 这都是专家 没跟你说 我现在连十兆子都靠不上 一群沙子 一群沙子 大家说有时候说 石潮的话不好听 他们连狗屁都不配 我不开玩笑 女娲造人 先造的动物后造的人 第一个造的动物就是狗 所以他配狗屁吗 他不配 他叫高级动物 他不相信神 但是呢 不相信神的这群高级动物说话就这么说 阴冷潮湿 温度低 适合这种病毒 他现在北京城38度 我问你 那病毒 多少度能死啊 一百度 那你也吃了 对不对 一百度 在北京城 你要待他十个小时 那个肉汤肯定不错 开玩笑 我说他胡说 这是他报的 这是所有朋友都可以看到 他们根本到现在都不知道 武汉病毒北京病毒 中共病毒是什么 他们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所以早跟大家解释了 这种惩罚高级动物的过程 是让还尚存善念的人 有机会面对事实转变想法 回归自己的尊重 自己对自己的人的尊严的尊重 和真正的一种呵护 自己对自己的呵护 懂得自己的这一份珍贵 不仅仅在这块肉上 这块肉花钱太多了 不仅在这块肉上 他的尊重不在钱财中 对吧 他尊重在真正的生命的真实 你能理解到 你这两个人就这么胡说 你老百姓怎么办呢 他习近平怎么办 习近平不在家我跟你说 高福说了 里面有很多无症状感染者 或者轻型病人 才使得环境有这么多的病毒 强调目前的推测 需要进一步验证 你看人家给自己找一下 不录 这是推证 对不对 都是无症状或者轻型感染的 那还用你说啊 无症状不是今天有的 那他那个专家 首席专家 他不知道是吴正庄 那个首席专家 他不知道这是阴湿的地方 他什么都知道 他为什么那么说 你把他没说的话 你给挑出来了 变成你的理论 然后你把他给踩下了 受益 对不对 受益 那就是受益 习近平一定跑在疫情前头 他说话了 咱看他在哪说的 蔓延四个省 习近平下达重要指示 开会 北京市委开会 传达了习近平的指示 封闭性管理 说 要控制疫情 当前最主要最抓紧的任务来抓 要跑在疫情前头 保住人民的身体健康 跟生命安全 他说的是实话 他跑在前头了 6月9号报他到了宁夏了 人家就是实在 你这事不好办 这事 绝对是实在 这是我们能够 我看还有 这是另外一个 快递的 快递的基本就全都取消 他现在不给送了 不给送快递了 基本就完了 这个网上订货就断掉了 所以北京五个城区 如果中度的话 基本就不会这样进去了 那前后都断掉 相信很多人去送菜 订菜的 我住的环境 也有很多人在网上订菜 专门小伙怎么送 这种情况 我不知道北京人 吃菜怎么解决 但这是事实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